這個瀏覽器的部分呢 其實有幾個常用的快速鍵 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平常各位最常用的方法 好 這個網頁很長 你是不是都用滾滾滾的 不然就這樣拖曳 對不對 你累了嗎 累了 累了嗎 我都是這樣耶 你有沒有發現我每次都剛好跳一頁 我按哪一個 空白鍵啊 按空白鍵就會跳一頁 你也可以按PageUp PageDown 只是因為PageUp PageDown比較小嘛 那我已經跳到下面了 我要回上面怎麼辦 再滾回去 對 Home就好了 那相對的 如果你要跳到最下面呢 對 End啊 這樣不是會快很多嗎 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Office裡面 空白鍵就沒辦法 因為空白鍵就變成真的打空白出來 可是至少你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 你在看內容的時候 因為一次一個頁面有個好處 你不會說因為滾的那個什麼 精準度不夠嘛 你就看到重複的 眼睛要重新對焦一次 說我剛剛看到哪裡 然後再繼續跟著下去 它就剛好就是一頁 剛好就是一頁 這個是第一個 那再來呢 這邊 這裡 如果你要找資料 當然就是Ctrl加F嘛 這個應該比較沒問題吧 那 一般 各位多少少 因為你在看醫學的資料 很多會是英文的 會不會覺得網頁字太小 為什麼大家視力都是麻 我都覺得字很小耶 你不覺得現在很多網站 尤其是我們那個公家機關網站 是一定要有無障礙嘛 各位有注意到 我們醫院的也有無障礙啊 因為我有在做那個公家機關的網站 就是無障礙部分 是一定要有那個 就是字的放大縮小 那些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像比如說你去CNN看這種英文的 中文字因為夠大 至少比較大一點 雖然比較複雜 可是至少字大一點 但是英文的話 單一個字 其實常常都是蠻小的 那麼如果 你要像這個內容 我的已經 算比較大了 可是你要放大一點怎麼辦 有好幾種方法對不對 最簡單的 用這個 Ctrl 這個 加上 畫的不好 哈哈哈哈 這裡 中間這個各位都知道 對不對 欸 是的 你就搭配滾輪 往前 往後 這樣就可以放大縮小 Ctrl按著 那這一招 也可以用在 無論沒有 配這個 你看 Ctrl加滾輪 有沒有放大一點 筆記跑出來 這樣是比較大 對不對 往後推就縮小 當然其實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也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在Office裡面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在這邊 有沒有放大跟縮小 在這邊 所以呢 其實 尤其是看那個字比較小 或者那個 這樣真的方便很多 真的會方便很多 這個是 我們一般瀏覽器面 比較常見的幾個快速鍵 那 還有一個 這個要設定一下 可是大家都會遇到的 是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 工作到現在 那我的 瀏覽器 我現在是不是開了好幾個分頁 好幾個分頁 可是我事情還沒做完啊 明天來的 你打開瀏覽器 是不是又是一條好漢 又要從頭再來 難道不能接續未完的工作嗎 因為革命尚未成功嗎 你該不會每次都從紀錄裡面再把 找出來 這樣是比較麻煩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從右手邊這裡 這個就要設定了 你要到設定 齒輪裡面按進去設定這裡 好 按進去之後你卷 卷到最下面 最下面 最下面 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起始畫面 也就是說我們 預設都是開新的頁面 或者是比如說 你有設定哪一個首頁嗎 但是平常我都是用這一個 這樣子的話 今天我把這個分頁把它關掉 像我現在開了好幾個 我先把這裡也關掉 好 我現在只留了這裡 我現在是這幾個分頁 那我把它全部都關掉的時候 我下次再打開還是會從這邊繼續進來 就是這幾個分頁一樣還是會打開 好 像我現在就來把它打開一下 就繼續了 就繼續了 所以明天 我再打開電腦 又是從 上市未完成的地方 是不是會繼續做下去 這樣 不用啊 當然 對對對 所以這樣是方便很多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的大部分都是從頭開始 雖然每天都是一個從新的開始 但是 老是把那些常用的關掉 然後再打開 也要一點時間啊 對不對 好 當然 如果你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可能這樣就沒辦法滿足你 所謂的沒辦法滿足你 就是說 我今天是這樣 可是 也許我明天是做另外一個專案 但是 隔天之後 是又回到這個專案來做 那你打開 是昨天專案的嗎 你還是要把 是不是要再開回來 所以 其實有擴充工具 有擴充工具 在上面這裡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比較喜歡這個 叫做 Session Booty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它可以幫我們把 你的 工作 比如說像我現在來這邊上課 我一定是只留 我上課要用的嘛 我如果找 平常找資料 我工作的 我就不需要這對開給你看對不對 我會把它關起來 那你看我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 15個小時 5個小時前 我還開25個分頁 然後呢 13小時前 再往前 4個月前 我開了7個分頁 這個是它有自動存的部分 你也可以手動存 所以 有些時候 就好像我們看紀錄一樣 就是那個瀏覽的紀錄 我記得上次有看一個網站 結果怎麼樣 忘記了對不對 因為沒有把它收到你的最愛 怎麼辦 從這裡來找啊 所以你看我4個月前的12個分頁 原來我看的是這些 有沒有比較清楚 點下去就打開 或者我一次把這12個分頁打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裡我可以一次把這12個分頁打開 它會在另一個視窗裡面 去把這12個分頁打開 你現在的這個視窗還會繼續留著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接得上 那這個要去哪裡找 你來看一下 我們不管是Google Chrome 或是那個Firefox火屋 其實都蠻好用的 他們都有很多很優秀的這種叫做擴充工具 那目前唯一沒有的叫做IE 但是Edge有 Edge有 可是開發的廠商很少 畢竟使用者比較少 所以呢 你可以到這邊 右手邊 這個按下去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更多工具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叫做擴充功能 您可以在上面 就跟那個Google 就是Google Play啊 或者是那個iOS那個應用程式一樣 它上面呢就有很多 那您可以去找這個關鍵字叫 Session 你直接看這裡就好了 我往下走 這裡 您看這裡有 有一個叫SessionBuddy 這個 您可以用這個關鍵字就找到 把它安裝起來就有了 裝起來之後呢 預設 它就會一段時間會把你自動執行 就是自動存檔 會自動存檔 所以即使你沒有特別命名 也可以找得到 好你看我來這邊找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 我把它選起來 直接搜尋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找到了 好在它上面這裡搜尋一下 你就找到 那因為我已經安裝了 所以這邊就變移除 好 那假設呢 你要現在把這些分頁把它儲存起來 你就按它一下 好在這上面按它一下 好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Save 我就可以幫它命名 等於說我自己手動命名 好那如果你沒有特別用 那就是自動存檔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使用就比較方便 好的 我就按OK 你看我左手邊 有沒有就已經存起來了 所以即使我把這些分頁都關掉 真的超過很多天 反正還是會繼續留著 這樣你隨時再回來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接得上 因為有些時候說真的 工作是永遠做不完 但是就是你如果說 能夠把那個階段留下來 我下次要銜接會相對比較快 比如說我已經找到哪些資料 還沒找完 我下次就再打開 是不是又繼續找了 就不用再重新 啊我記得到哪裡找過找過 因為有時候這樣浪費很多時間 在那邊 而且很多時候是你又想不起來 那才是重點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子 這樣各位對於瀏覽器的部分 有沒有比較OK一點呢 就是說其實還有很多 只是說我覺得我就挑幾個 讓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下面這個的話我就不講了 不過留意一下 因為我的電腦發生過這種事情 就是怎麼電腦突然變好慢好慢 結果變成方便挖礦區了 因為最近那些虛擬貨幣很紅 他們都需要借用別人的什麼電腦的能力 也就是說他們 所以有人在講說那個啊 虛擬貨幣興起之後 就是會是另外一個電力的一個什麼 很大的一個缺口 因為他要用電腦的運算去挖礦 那有些網站會把那個程式放在裡面 你去了那個網站就不知不覺幫他再賺錢 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有擴充工具可以稍微幫你擋一下這樣子 好 那可能我們今天時間上 我大致上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有其他任何問題 沒有關係 我們有提供售後服務 好嗎 現在老師就拍攤了 要做售後服務 反正你可以用關鍵字 蘇文老師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或者是YouTube頻道 在上面留言都可以 還是你要繼續在白板寫下去也是OK OK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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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